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谢谢艾莉阿姨 艾莉姐姐 不是 这背风不好乱 死笑 拿点里头 李宗盛还没醒啊 下来了 快点快点 饭给你走了 早 宝宝还没睡醒啊 我还睡着 给 刚刚 妈 我发现宝宝最近好像长个儿了 哎呀 吃了就睡 睡了就吃 不吵不闹的 怎么不长歌 我带她在小区里玩 她冲人就笑 可讨人喜欢了 要我说啊 是咱们家宝宝有福气 所以才人见人爱的 宝宝的福气多 连多多和想想都被沾光了呢 你知道吗 明德 就是那个梦想之家 现在办得越来越温馨了 好多老人也都疼爱想想喝多多 妈 您说 这是不是咱们家的宝宝给传染的 哎呀 讨人喜欢光凭福气哪能够啊 得要有讨人喜欢的本事 你说这俩孩子吧 会卖萌 嘴巴又甜 能不讨人喜欢吗 姨妈 你这是 怎么 我 我说的不对吗 不不不 哎呀 你们当爹妈的 哎呀 为宝宝这个将来考虑啊 这宝宝如果没有规划的话 将来长大了多孤单呢 怎么会孤单呢 等孩子大点 我就把他送到早教中心 那里很多小朋友可以陪他一起吧 对啊 妈 干嘛费那么大的劲啊 不有现成的吗 啊 您脑筋不会 会转弯啊 妈您的意思是 我没有其他的意思 这个得有你们自己决定啊 再说了这个 宝宝马上要醒了 我得宝宝 我得给宝宝准备奶啊 妈今天对多多小讲的态度怎么 明德 你不知道吧 嗯 珍珍跟我讲啊 妈最近在梦想之家当义工呢 而且跟多多和翔翔处得可好了 妈去梦想之家当义工了 啊 你记不记得那天 咱们要给妈过生日 她说没时间 嗯 其实她是去梦想之家了 你怎么知道了 千真万确 我收拾房间的时候 看到多多和想想给妈做的那个生日卡 就藏在妈的针头底下 可真爱呢 真的 哎 你们俩怎么还没吃完呢 都几点了 不上班了 啊 快点快点快点 哎 李健 你坐下妈有事跟你说 啊 好 你跟妈聊会儿 啊好 妈 我先你上班了 去吧去吧去吧 这样 你是不是知道妈在梦想之家当义工的事啊 不知道 妈 我真的不知道 不是啊 妈 我是觉得 做好事用不着遮遮掩掩的呀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想跟你说呀 嗯 这个梦想之家吧 最近经营出了些问题 还能撑多久都不知道 你看就在这个时候啊 又来了一个不怎么乖的孩子 我是担心啊 妈 什么样的孩子啊 您担心什么 就是上次 我们想想出走的时候认识的 哎呀 这个孩子吧 要是揭示了一些不好的人 将来会影响他的一生 嗯 你这个当妈的啊 不能光顾着自己的工作啊 也得管管孩子 再说了 这俩孩子现在大了 虽然懂事也不顽皮了 但是我觉得留在身边比较好管 妈 您的意思是 我们把多多和想想接回家来住 啊 啊 不不不不不 妈 你是孩子的妈 这个得由你自己决定啊 我可管不了 我爸特别忙 吃了饭以后 我还要去梦想之家帮忙 我还得给宝宝喂奶 这这 你怎么不上班啊 上班去上 我该上班了 妈你辛苦了啊 走走走 来 来 来 谢谢妈 走吧 姐姐 起来了 回家了啊 姐姐 哎呦 这不这么烫啊 姐姐 啊 姐姐 快点醒醒啊 姐姐 姐姐 怎么了 你摸摸它 好烫啊 是吗 拿起来 它会发烧了 姐姐 咱们起来上医院了 啊 来 这没事吧 至少有四十度 来 起来 慢点慢点 啊 啊 小鸽头你干嘛 快写作业 好无聊 你先别跟你想起那样了 等他写完作业 再跟你一起玩 好不好 哦 你也是 赶紧写作业 哦 哎 哎 小光头你干嘛 鬼闹啊 哎 你们这么吵气 小鸽头你别扔了 哎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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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功课咋实践啊 小光头 是不是又是你啊 又你管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怎么这么没礼貌 小光头 你不能这样对奶奶说话 咱们梦想之家的奶奶就是自己的奶奶 我就会这么对我姐姐姐妈说话的 你这是没家旧 你怎么骂人呢 怎么 你这可以打架吗 啊 我又没有打架 你在这写作业 那么刚才不是乱哄哄的吗 哎哎哎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这这 哎呀不是在写功课吗 怎么闹成这个样子 那想想多多快快 快点写功课回家去了 姐姐生病了啊 这孩子 这 哎呀小光头 你家在写功课嘛 你不写不要紧 不要闹别人是不是啊 你要不这样呢 咱们去练拳怎么办 练拳 嗯好啊 可是 你年纪那么大 打不打得过我 我 对呀 我年纪这么大了 而且又这么瘦 你舍得打我吗 我还有骨质疏隆症啊 嘿嘿 你要把骨头打断怎么办呢 哈哈哈哈 那你能打我吗 我当成打你了 要不然怎么叫练拳呢 啊 对不对啊 对啊 哈哈哈 你不对啊 哎 那您能打我我不能打您 那岂不是很不公平啊 好好好不公平那就算了 那你就好好写功课 那算了吧 啊 不是练拳吧 不议 走 还去练 练练 练练 不学好 哎 你们这些孩子也不好 跟着他闹什么闹 啊 打不打 你看帮地上都乱七八糟的 都乱乱的 你看是 不好好学习就知道他玩 将来怎么会有出息啊 呦 奶奶别生气 你看看你们所能搞的啊 啊 宽宽 你是哥哥 你那带好弟弟妹妹啊 你看把你奶奶气的 不是奶奶是小光头呢 我又没闹 我还智子来着呢 大伙儿啊 我跟你们一块回家 去看看你姐姐啊 哎 我也想去 听说最近心情不太好 咱们去看看她聊聊天 心情就会好了 那奶奶 我一会儿想要作业 我们走的时候 我再叫您 对对对对 您奶奶别生气了啊 她们跟孩子 跟孩子生什么气啊 我说呀 都是真人 你看一颗老鼠屎 快离一锅粥啊 爸还是不吃啊 不吃 怎么劝都不吃 叫他他也不行 就说要睡觉 少退了吗 早退了 饭也不吃 药也不吃 真伤脑筋 我们回来了 我们回来了 回来了 爷爷奶奶来了 师傅 是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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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人的 我们来看她来的 孩子里边睡着呢 怎么脚都不起来 那那那那那 她是哪儿不舒服呀 说哪儿毛病都没有 好像说头疼 不愿意起床 我看她持受不了压力 想想多多 去跟姐姐说 爷爷奶奶看她了 叫她洗床 快去 我也去 我们一块去看看 好 好 那我也走 来 爷爷走 这边走 姐姐 姐姐 起来了 姐姐 爷爷奶奶来看你了 珍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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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大家都来看你了 怎么样了 我呢 给你熬了点鸡汤 还给你烧了点姜茶 你要是感冒了 喝点姜茶 出风汗 就好了 好 对了 珍珍啊 待会儿啊 我教你几个血液味的按摩法 对你的病好 是大有进来 王爷爷 你说这个没有用的 珍珍她没有病 她是心里有病 她呀根本是不敢面对现实 珍珍 问题存在没关系 就像你跟俊昊申请那个梦想基金 受到那个龙海燕的阻挠 但是总会有解决的办法 俊昊就提出 完全可以以我的名义 重新升起 那就是个解决办法 爸 可是咱们没有资金啊 很难通过审核的 我们梦想之家有这么多人啊 我回去问问他们 人多 一定主意多 对 你放心啊 办法总比困难多 一定能解决 总是能解决的 珍珍 哦 原来是为了机会 姐姐才生病的 都怪那个黑魔女 对 那个黑魔女太可恶了 是 龙海燕不能欺人太甚 我去接电话 好 喂 小光 小光 小光头 你在我家门口 你怎么知道我家电话号码 那你为什么不回救妈家 好 好 我出来找你 拜拜 拜拜 你什么 你怎么不回家呀 那是我舅舅家 又不是我家 我没有家 要不你住我家吧 可以吗 你姐姐会同意吗 我也不知道 我们家住过好多人 那个时候小珍珠没有地方去 是姐姐收留了她 姐姐跟杨涛妈妈一样 爱家小孩 那你让她也把我捡回去呗 把你也捡回去 可是你又没有丢掉怎么捡 我把你捡回去 对了小小 你在家都干嘛呀最近 姐姐生病了 装懒猪 大家就把她从床上挖起来 而且还有很多人都在骂那个 讨厌的黑魔女 讨厌的黑魔女 黑魔女 那个坏魔女 还想关掉梦想之家 什么 关掉 那我们不是又不能在一起了吗 就是 我们所有人都喜欢那里 就是不知道 那个讨厌的黑魔女 为什么就是不喜欢 那个讨厌的黑魔女在哪 我去帮你们报仇 帮我脱离大光头 还送我假发 我应该报答你们 走 我们知道她算账 让她不要关掉梦想之家 走 走 哇塞 这楼好漂亮 那个黑魔女很有钱呢 这整个大楼都是她的呢 海力办公室 在里面 基金会也在里面呢 姐姐带我来过这里 走 我们请她吃冰淇淋去 让她知道 我们不是好热的 请她吃冰淇淋 这不是给我吃的吗 我不是真的要请她吃 我是要 一样不太好吧 你想不想听姐姐报仇 想的话就跟我走 小朋友 过来 过来 怎么样 这里是办公机地 不能随便进来吧 我们来找她姐姐的 她姐姐在基金会上班 基金会 我姐姐是高珍珍 你们再等一下 打电话叫她下来接你们 好吧 好 小孩子过来带这帮忙 黑魔女在那 公机 干什么呢 公机 公机 我来 我来 我是雷迪想要几天出气的 带我去办公室 董事长 这是最新一期的财务报表 你快一下 整个的 你这是怎么了 你这是怎么了 图长 放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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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高仁珍的弟弟吗 我知道了 是你们两个小家伙搞的鬼啊 哪来的野孩子 他不是野孩子 他是梦想之下的孩子 梦想之下 净出现野孩子 怎么回事 谁烟的 你有谁烟的 不要吹 我拉着他 闹够了没有啊 对不起董事长 多过劲 快点 放开了 你放开了 老师 你放开了 老师 我 董事长 谢谢你 我刚才批有点大 我就是看不过 这高仁珍也太过分了 明知道你不能一个人 这些孩子谁还能到哪儿捣乱 太卑鄙了吧 不是姐姐让我们来 不是我们自己要来的 你三角片 够了 我问你们 你们今天来是干嘛呀 是替你姐姐报仇吗 谁让你们来的 不是姐姐让我们来的 是我们自己要来的 你这个坏女人 为什么要关听梦想之家 梦想之家是我们所有人的家 你为什么要关他 你为什么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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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来了 你干什么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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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摔倒了 慢一点 加油 我们要找一个叫成想想的小孩 从楼梯上面摔下来的 你们去那边急着外科看一下吧 好好好 谢谢 太小丽 来 女主 小小的 我不知道 哎 女主 我跟你说 小光头这个小男孩 简真是太过分了 带着李志昂的弟弟去董事长的找麻烦 还把我手弄上了 你看看 行了行了 待会再说 来 先去找孩子 好吗 我处理这事 去 去 到底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我还想问梦想之家是怎么回事呢 把小光头找进来 只会害了咱们梦想之家 不是 这小光头人呢 我告诉你啊 他还是个孩子 他不只是个孩子 他和超想想都代表了咱们梦想之家 我认为 梦想之家必须要关掉 你免得了 哎哎哎哎 警告你 这事不给你我们 好吗 有什么问题我来处理 喂 喂 郑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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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这样的 晓晓不是应该一直都跟着你们的吗 我知道都是我不好 这几天我生病了 心情不太好 所以没有照顾好他们 对不起 对不起 医生 你们是程晓晓的家属吗 是 我是她妈妈 怎么样医生 目前看起来脊椎外伤不严重 脊椎神经也没有受损 但是孩子双脚还不能活动 好像是脊椎震荡伤 你说不能动是什么意思 怎么会不能动了 什么意思医生 就是短暂性瘫痪 因为脊椎受到震荡伤 造成脊椎组织受损 所表现出来的短暂瘫痪症状 你是会好吗 如果是脊椎震荡伤 一般几小时到一个月之内会慢慢恢复正常 但儿童骨骼还没有发育完成 那个韧带相对松弛 也有可能造成永久性伤害 永久性伤害就是永远不会好了 你没事 是不是 不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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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让你把家人带来就好了 你怎么把秘书长还有杜先生也带来了 我把你带来了 你呀你呀 这会给我添麻烦 你还不赶紧给董事长赔礼道歉 你弄坏人家那么多东西 该怎么赔呀 没事的 小孩子嘛 我不会跟他计较的 太谢谢你了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阿菲说了 没什么事把孩子带回去吧 想想的 想想怎么样了 我都自身难保了 还想想想想的 想想没事 他在医院我们照顾赶紧回吧 好 那谢谢谢谢 我先带他回去了 走 那如果没什么事 我先走了 哎 哎 哎 那什么 你们俩先聊 啊 吃个饭再走吧 我还有时间吗 你先别走行吗 我有话想对你说 我真的没什么好跟你说的 该说的我都跟你说过了 如果你不想说没关系 你听我说就好 郑姐 我在改 那天你对我说的话 我听进去了 我现在已经放下了 自信 骄傲 尊严 我都可以不要 今天这些小孩在我这闹 把办公室弄得一塌糊涂 但是我一点都不想跟他们计较 因为如果我还是以前的龙海燕 杜郑姐是不会要我的 我爱你郑姐你知道吗 你听我说我爱你 海燕 你听我说我爱你 海燕 我最近已经很烦了 我真的很烦 乔 我说海燕以前的脾气 我绝对不会放过他们 可是现在我没有 因为我记得那天你跟我说的 你说海燕 人把时间花在什么上面 他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你说我是恶人 我不想再做恶人了 我要为了你做一个好人 你知道吗 我现在想做一个好人成绩 如果我变成好人了 你是不是就会回来 你还会像以前一样对我对吗 我已经订好了机票 我要去非洲当国际志愿者 我要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我想好好的考虑一下自己 沉淀一下自己 想想我自己的未来 你要走 对 你如果想做好事我可以帮你 我不是有基金会吗 不管你想要什么样的位置 你需要什么 我都可以 你用了海燕 如果你真的想改变 我真的替你高兴 你知道吗 我这段时间真的很累 我背了两条人命 我为了一个 你个一直没法 没法原谅我自己的一个过错 过了这么久 最后成为还是你 我不想这样 终于变成了你 所以我想一个人好好地接一接 爱的独野把我洗 自己 我以为我可以免疫 原来这是一场游戏 被你挽弄过的记忆 现在极有什么用 我们现在只有依靠医生 让医生来想办法 今天晚上我留下来照顾想想 那宝宝呢 宝宝交给我吧 我来照顾 那谢谢妈 那你们现在就回去吧 那你们现在就回去吧 李静姐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都怪我 对不起 董事长 董事长 业务经理和庞总说有及时找你 董事长 进去说 有什么话快说 董事长 最近有两家合约已经到期 可对方迟迟不肯续约 现在李总和图总到处在放消息 说龙上天物业才是正宗的 而且说了你好多坏话 说我忤逆爷爷把爷爷活活气死了 还是说我排除异己架工他们 所以他们才会背叛海力自立能护 反过来还打海力 他们现在的所作所为 只是在为自己的背叛找借口而已 根本不用理他们 董事长 我个人觉得您跟乔总都算自己人 有什么误会当面解释清楚 私下和解了吧 别跟钱过不去 最后弄个两败俱伤 这样吧 客户那里没给我盯着 合同千万不可以被抢走 部分条件我们可以再商量 你要乔句号先开条件 我们来商量怎么解决 好我去办 我们走 郑姐 我一定会让你留在我身边 不管有什么方法 对 公司长 告诉我们个好消息 解冻了 你是说基金会查账没问题了 对 之前 咱们这所有吃树的钱 他都答应给他们补回来 奇怪了 今天还没到 黄水狼就提前来拜年了 所以我不敢掉以轻心 我必须把他们梦想基金会 赶快成立起来 免得他后悔 可是龙海燕怎么会突然间变了 之前不是连申请新的基金会 他都不肯配合我们吗 我觉得只有一种解释 那就是他想讨好证捷 你说一个 你赶紧去医院换班 对了 我们一块去 这么给那个汤食小子打打气 就是 这孩子平常就好动 现在睡到病床上肯定难受死 是啊 你看李奶奶多贴心 一大早饶了大半个上海 给她买最好吃的糕点 不用了 谢谢大家的好意 但是全部的人都去看她的话 梦想之家不是就要唱空城了吗 你们大家放心吧 我一定会好好地照顾翔翔的 我去换班 让李奶奶回来 跟你们说说她的状况 至于你们的好意和祝福 我都会帮你们带到的 听我跟翔翔说说 是让她坚持着 王爷爷 等着后能一起去玩呢 好好好 拜托 我们的家人都有什么了解 我们的家人都有什么了解 我看你有屁股 我来看你会吗 我还要快 喂 够不饶 要回来看你会骂死 你怎么来了 你也来了 我来看你孙子 听说他摔伤了 你胡说什么呀你 你还装算呢 如果不是你孙子 你怎么会在这出现呢 梦想之家的孩子我不能管吗 你不也来了吗 不许在外头胡说 要不然我饶不了你 如果想当初你是拉不下脸 接受这两个孙子 现在想想受伤了 真是好带他们回家的机会呀 有什么不好呢 多子多孙多福气 人家不会说闲话的 只能说这个老太太 度量很大 心胸开阔 少管闲事 我终于出来了 我要赶紧告诉妈妈 我会走路了 这样她就不会再伤心了 妈也是一时兴起 这要把想想和多多接回家 她肯定是不会同意的 可是你没觉得 妈自从去了梦想之家之后 变了好多吗 而且她还主动过来照顾想想 你不去问她 怎么知道她的想法呢 对 妈也是跟我说了她在梦想之家 做志愿者的事 但是在梦想之家和她接回家里住 那是两码事 我就怕到时候 怕怕怕怕怕什么呀 我看根本都是你有问题 你就告诉我你是这么想的 你要是同意了 我有信心过去说服妈 那万一呢 我是说万一啊 想想要是好不起来 一辈子就这样 那你不还得一边照顾她一边工作 而且我们生二胎的计划 就不可能实现了 如果想想你这样一种状态回到家里 那很不方便的 妈年纪这么大了 一个人不可能照顾那么多孩子 况且你是不是也应该为宝宝想一想呢 我明白了 真没想到你会这么说 想想是我的亲生骨肉 当然不是你亲生的这种切伏之痛 你没有办法去理解去体会 李静啊 你能不能理性一点 我听 想想 想想 想想你怎么看到 想想 想想 你还抱起来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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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 你 memorial 好好的吗 好 没事没事 别说别说 我来我来 小小 红椰抱你好不好 乖乖乖 乖乖乖 没事没事 红椰抱你 小小不哭 乖乖乖乖我们随便显 还好意思 茶 susceptible 我去找他们 你别哭 快 Analytics 转到了 乔总,目前海利那边两个合同下个月就要到期了 我说我们乔总啊,才是老董事长的理念传承者 对方很有信息转向 龙上天物业管公司恰谈业务 那个有什么丰盛? 其实是丰盛啊 自从龙上天公司已成立 立刻谣言四起 乔总,你当初用老董事长的名字登记的公司 太高明了 海利那边的成本和底价我是很清楚的 如果要学价竞争的话 我们公司小,人时成本低,有很大的空间 但是一龙海燕的个性 它会不惜一切代价,拼,我们拼吗? 这样会不会两败俱伤啊? 没关系 主要是给他教训 赔了就赔了 对,我们拼了 咱们给顾客报一个低于海里的下课 看他怎么办 你别闹了 哎呀,我要找姐姐,我要回家 哎呀,我要找姐姐,我要回家 我要找姐姐,我要回家 小小,谁乖的 小小,我先来 不过来 她来的就是时候 我开始要买了 我要回家,姐姐 我想回家 小小乖,现在还不能回家啊 等医生说,你可以回家了 姐姐再带你回家 现在不行的 如果我一辈子都不会走路 那你还会要我吗 别胡说 谁说你不能走路了 谁说的 要坚强一点 姐姐不是让你不要乱想吗 想想 这个不是什么大病啊 你只是脊椎震荡 就跟脑震荡一样 就是脊椎吓了一跳 所以忘了工作了 你呢 给他一点时间 就可以走路了 我不要 我不要 我想跟多多一起上学 我想念同学们 我想跟哥哥一起打拳 我想上路想支架 我想爷爷奶奶们 我想给他们表演节目 我要是以后都像现在这样 那我怎么办 人间悲剧啊 姐姐当妈妈 妈妈当阿姨 耗了一个家庭 不能传续在一起 是造孽嘛 是不是 都是你不好 你刚才胡说些什么呀 告你 你妈的身子骨还硬朗着呢 不用你们担心 别说俩小孩 就是梦想你之家这么多孩子 我们不都是绍不过来了吗 更何况 我们想想那么乖 就是以后永远不会走路了 呸呸呸呸 就是以后啊 一直像现在这样 我都会把他照顾的服服帖帖的 对别人家的孩子 都能献出一份爱 更何况是自己家的孙子 妈 你们俩都给我听着啊 以后呀 再也不要提二胎的事了 这出生的孩子都没照顾好 还提什么没出生的孩子 什么叫一家人 一家人啊 不是开心的时候 吃吃喝喝就是一家人 这一家人吧 就是有困难的时候 不离不弃 那才叫一家人 到底谁说想想不能走啊 刚刚我们在外面 不是看想要走出去的吗 只是啊 你是用手在走 想想 真聪明 想了出用手来走路 像你长大之后啊 要好好想想 发明一个机器人的脚 使得每个人像你这样的人呢 都可以走出去 好不好 对 那机械脚会不会跟蜘蛛一样 那我哪知道啊 你好好自有脑 你想想嘛 对呀 这名字就叫想想啊 哈哈哈哈 来 想想怎么样 好点没有 这个中医 他的号特别难约 得提前一年约 他的针灸特别厉害 专门治 警尊受损以后的 这种修复和恢复 如果这两天啊 想想还不好的话 咱们就去找这个中医 你最近 不是在忙物业公司的事吗 怎么有空啊 你的事 就是我的事 你弟弟妹妹 就是我弟弟妹妹 而且我会一直这么做下去 我说话算数的 哦对了 还有 那个 这个 现在查账不结束了吗 我把它们 补给咱们的钱 我准备 给那个叔叔阿姨们 开一个一品粥店 你一个人这样太累了 又要忙物业管理公司 又要弄一品粥店 还要忙木想之家 你 怎么着你心疼我 你心疼我就承认呗 这也没什么可害羞的 我跟你说啊 你看爱情来的时候 就像这个城墙啊 根本就挡不住 你看我现在 我这么一个单纯的 哎呦 啊 啊 你说什么呢 啊 哎呀 啊 啊 怎么了 啊 啊 怎么了 啊 别动 别动 啊 慢点复活起来 对对不起啊 我赶紧得你去趟医院 啊 我跟你说啊 对不起 你帮我替三了 你准备 小心 你帮我处备生啊 啊 怎么会那么疼啊 啊 啊 小心啊 别动 别 别 我告诉你啊 你别再这样了 你要是再这样啊 我 你小心点 你看那么多人都看着呢 多丢人哪 你只要丢人啊 你 听好了 你要知道我们两个 是不可能有任何发展的 你就不要再妄想了 你等 等 等一下 这 不是海燕的车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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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